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娜的食物一直都是拐果蔬菜 对此安娜其实也觉得很奇怪 她也曾问过约翰为什么不让她出去 为什么不让她吃肉 但都被约翰含糊其词的糊弄过去了 这天安娜身上来了大姨妈 她很害怕连忙跑来找约翰 约翰告诉她这是生病了 只有注射药物才能痊愈 就这样安娜一直被注射了二十多年的药物 可即便她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但是约翰还是不允许她出门 并且有一天约翰看着已经长大的她 心里满是痛苦 痛苦之余 她竟然直接拿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安娜啥时候见过这个阵仗 直接就被吓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身边还做了一个漂亮的女警官 女警官从医生那知道了 安娜一直被人注射 抑制雌激素分泌的药物 这使得她并没有能像同龄人一样正常的发育 女警官知道后 并十分同情安娜 将她带回了自己家 来到女警官家以后 安娜终于可以吃肉了 但没想到的是 她自从吃了一次肉之后 就疯狂的迷恋上了这个味道 她开始只吃肉不吃菜 不仅如此 她竟然更加喜欢吃生肉 女警官虽然觉得有点奇怪 但也没有太在意 安娜在这儿不仅可以吃肉了 还可以自由地外出 但她似乎更喜欢不穿鞋子 在丛林的身处转悠 这天在丛林里碰到了一个着装怪异的猎人 猎人告诉安娜 她并不是正常人类 而是一个狼人 安娜看她样子 觉得她是一个疯疯癫癫癫的老头 于是就没有把她说的话放到心上 后来安娜回到家中 遇到了女警的弟弟小白 另一相反的两人很快就暗生情愫 安娜还和小白一起去 把她同学举办的聚会party上 两人拟我拟的感情急速升温 可是突然安娜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异样 于是她脸盲跑到卫生间 想看该是怎么回事 结果把她吓了一大跳 她的牙齿开始脱落 身上还长出了很多狼毛 原来她真的是狼人 不知道怎么面对小白的安娜 从窗户口逃到了丛林里 谁知这是一个路人甲 突然冒出来准备对她行不轨之事 这下算是彻底激起了安娜的狼性 她直接咬死了这个路人甲 很快警方通过几个线索 确定了安娜就是凶手 于是她们便派出一部分警力去抓捕安娜 小白知道这件事以后 联盟找到安娜便和她一起逃亡 逃亡途中 干柴烈火两人发生了关系 但是没多久 小白因为被枪击中 实在没有办法跑了 安娜为了不拖累她 并让她赶紧回家 然后安娜便开始了一人的丛林逃亡之旅 可能是天性使然 安娜很适合在丛林里生存 并且她还很聪明地伪装自己 和警方打起了游击阵 过了一段时间后 安娜彻底变形成狼人 就在此时的发现 自己怀了小白的孩子 这让她更加坚定了 要活下去的想法 在这次追捕战中 安娜很明显站了上风 她凭借脚尖的伸手 将好几个抓捕者杀死了 剩下的抓捕者看着情况 并不打算和她硬碰硬 他们直接放火收山 让其无路可退 安娜这边果然经不住火烧 就在她撑不下去的时候 之前的老猎人救下了她 影评的最后 女警官和小白在山里看到了安娜 但是他们没有上前去打扰她 只是静静地目送着她 去往丛林的深处 这对于安娜来说 是最好的结局了 她不被这个社会多容纳 丛林是她最好的归宿 好了 这期就到这儿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就关注我吧 1点 153 5 5点 5点